实行细致的垃圾分类一直是日本环保理念中的一大特点 那么究竟日本当地居民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分类后又如何进行处理回收和再利用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现在所在是大阪市内一栋居民楼的楼下 那么这里就是这栋居民楼的垃圾间 这个区域被分成了十个不同的区域来存放垃圾 比如说这边是存放纸质垃圾的地方 那么报纸也是被单独分检出来的 后面则是存放生活类可燃垃圾的地方 这边还有存放瓶装还有塑料等垃圾的垃圾箱 那么这里有个小细节呀 比如像这样的瓶子 我们在扔的时候是需要把瓶身上的塑料包装和瓶盖拆开 再放入不同的垃圾箱内的 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垃圾分类 除了要按照严格的分类方式进行垃圾丢弃 居民还需要遵守住所所在地的垃圾回收时间 如果错过了 居民就必须把垃圾拿回自己家中 再等待下一个回收日 与此同时 1997年出台的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 还明确了地方政府原材料制造商 饮料生产商各市场主体在塑料瓶回收阶段的责任 和费用分摊比例 其中饮料生产商需要承担整体回收费用的约八成 卡车呢 带着分号类的垃圾会来到这个大阪五州工厂 那么这里是24小时运转的垃圾呢在这里进行焚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后面那两个像炉子一样的就是焚烧垃圾的地方 据了解这里每天可以焚烧900吨的普通垃圾 我现在所在的是工厂的另外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 就是室外的一条散步的小路 那么这里除了是一个垃圾的收集场和处理场以外 二楼和三楼是对外开放的 那么大家可以自由进出进行参观 除此之外呀 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外观是非常的独特 那么据了解每年有上万人专程来到这里进行游览 那么这也让这座垃圾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个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旅游景点 谢谢大家